严惩竹鞋杯两对群殴加三人染红 中国竹鞋获开时尚聚研发弹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常按一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和大家聊一下竹鞋杯最近的一些情况 中所周四,最近除了国足在参加市域赛的比赛之外 我们也知道国内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比赛 就是竹鞋杯 目前竹鞋杯正在进行一个晋级赛 我们也看到在18号下午的话 也是迎来了16强的一场非常重要的塔湖泰赛 对战的双方是生花和亚太队 本身这两个球队我们也知道 他们本身也是很强大的一个球队 一个是中超的一个大黑马球队 另外一个就是传统的豪门球队 所以双方的对决也是让外界充满了一个期待 而且也堪称是这一世竹鞋杯当中 质量非常高的一场巅峰对决 因此这场比赛本身也是受到了外界极高的一些关注 结果没有想到 最终的虽然说生花是以2比0战胜了亚太 但是相比于这个比赛结果 比赛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争议 反倒成为了外界更加关注的一些焦点 我们回看这场比赛可以发现在比赛过程当中 其实双方真的是爆发了很重大的一个冲突 一度出现了一个故意伤人事件 甚至在这一次比赛当中 也出现了多达17人参与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冲突 也是让裁判连续出了三张红牌 在这场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冲突真的是无处不在 似乎双方谁也容不下谁 在比赛第26分钟开始的时候 那么其实冲突已经开始爆发 当时亚太这边的外员埃里克呢 在前场被身投球针顶的时候呢 被上海生花这边的后卫艾迪给撞倒 那么艾迪可以看到他的手呢 其实左手肘有一个明显的下压动作 但当时裁判并没有去吹停这场比赛 而埃里克呢也在体上 在这个地上呢 其实是一直在挣扎 看起来表情是非常的难受 但是呢 那么最终这样的一个结果并没有下文了 那么紧接着在这个两分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艾迪呢 又再次对啊这个啊 另外一个外员进行一个伤害 所以呢 造成二度伤害之后 也让亚太这边的外员呢 完全召集了 所以双方是第一次爆发了一个激烈的冲突 那么是闹得非常难看 那么紧接着 我们也看到在下半场的第69分钟之后呢 生花这边的球员呢 也是和亚太这边的一个啊 这个替补人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口角 那么随后双方球员呢 其实也都一起围了上去 那么造成很大的一个尴尬的局面 当时呢 双方都显得非常的激动啊 那么比赛也是因此呢 中断了将近八分钟左右 那么后来还是裁判出色两张红盘呢 才让这些人给退了下去 否则的话 那么这个比赛场面一度是难以控制 当然其实在此之后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其实啊 那么之后也有一些球员呢 也爆发了一个严重的冲突 包括姚伟辉呢 那么在进攻的时候呢 也是被这个赵明健给绊倒 但是没有想到那么被绊倒的人呢 在起身之后呢 又推了后者 那么也是造成后者呢 在倒在地上 非常的痛苦 那么之后裁判呢 也是给出了一张红牌 将他罚下 所以如此一来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冲突呢 一系列的冲突 在一场比赛当中出现的话 可以说那么性质是相当恶劣的 而且裁判呢 连续在一场比赛当中出示三张黄牌 那么在本届的一个竹鞋杯当中呢 几乎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其实啊 对中国竹鞋来说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事件的影响 性质呢 是相当恶劣的 如果说不加以重罚的话 那么接下来呢 可能还会爆发更加重要 重大的一些冲突 所以呢 对于竹鞋来说 那么接下来呢 可能他们还真的会开出史上 最严的一个发展 那么针对这些球员 甚至他们的一个球队呢 进行一个竞赛处理 那么也才能够呢 彻底去让这些人明白过来 那么在比赛场上呢 踢球而不是来打架的 那么我们呢 也非常期待竹鞋 能够出一个重磅的发展 让这些人呢 好好清醒一下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